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天涨 一天跌 甚至涨两天 跌两天 但是你只要尊重产业的趋势 再搭配筹码面 我说你不会被扒来扒去 为什么 今天早上 昨天晚上美股是小涨跌 对不对 但是今天早上你看那个什么经济日报 大摩看坏半导体 大摩每次都这样 所以他的话其实我讲难听一点 真的不用听 有时候外资真的不知道他们心里在打什么鬼主意 经济日报就说大摩看坏半导体 对不对 把什么降为中立 我懒得去看 但是今天早上的电子时报 反正他的头条是什么 台积电五奈米重返满载 三大集单灌注CHEP GPT推力最大 我今天早上在八点的时候有发口讯给我的会员 我说这个高阶的AI看法没有改变 台积电的一定是天下无敌 台积电的相关的高阶制程的概念股 绝对会吃香的喝辣的 而且很多都在低档去 所以 真的啦 为什么我昨天大跌的时候 我还跟你讲 台积电昨天已经 台积电昨天已经是两个跳空缺口 以233年的台积电技术面来看 对不对 他昨天已经是两个跳空缺口 从540跌到505 已经两个跳空缺口 就算今天 因为昨天美国晚上 就算昨天晚上美股再跌啦 他也很容易开低走高 所以你也不用把股票杀低 我想昨天的节目你都可以调出来看 那一堆卖软体卖指标的老师一定说 又翻空了 指标又翻空 放空大赚耶 好厉害 反正天底下什么人都有 很多贪心的或者很多小白的 就很容易被骗嘛 因为 他们反正每天都是赚嘛 每天都是涨停板嘛 对不对 每天都是大涨嘛 多也赚空也赚嘛 但是真的赚在哪里 我想你参加过就会知道了 那所谓的指标软体都是落后的嘛 对不对 股票涨上去的你指标才翻红啊 股票跌了之后 跌停你卖不掉的指标才翻红 就像说昨天滑星光可能吧 昨天滑星光如果跌停 对不对 KD才翻黑吧 我们看一下指标对啊 对不对 都是这样嘛 然后什么 然后3558 省准嘛 省准跌停 跌停之后指标才会翻黑啦 都是这样啦 所以真的不用去想那么多啦 没有人千金难买早知道说明天会发生什么 但是你只要了解说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而且是很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往那个方向去走 坚强地走下去 不会错的啦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还有些股票涨多了我们看看就好 对不对 就像说你说 创意涨那么多了 你敢买吗 你老是但你买在1900 他很厉害吗 买在这里他很厉害吗 万一呢 再震荡一下就像 3558的省准跌下来 他又不见淡了 对不对 所以 不要去 天天去想一些天方夜谭的事情 很多东西还在股票还在低档的时候 它是你的机会 你还去追高杀低 对不对 就像说前几天 什么2646吧 星雨航空嘛 对不对 涨到天上去了 他说涨到50块 那一天我还记得 早上那个环宇财经台还要采访 还采访我 就是要问航空股嘛 其实我就讲很明白 我讲难听一点 我说航空股短线就是反弹 我又不看好的 星雨航空虽然很好 那个张国伟对不对 会开飞机 会修飞机 很厉害 很精实 怎么样 都很好 但是 你自己很清楚 航空业好赚吗 对不对 你说华航 长龙航 这几十年来的价位是在哪里 都是在一个十几到二十块吧 对吧 不管景气好 不管景气差 都是这样嘛 因为第一个外面的竞争 第二个 对不对 你买飞机要浅 维修也要浅 人事的成本 油价的成本 等等都很贵啊 不好赚啊 就跟我去前年讲航运股一样 对吧 这种有高档 你该跑就跑一跑的 你看长龙航 二六一八那时候 我叫会员卖在这里 有没有 有一个千代会员 自己买的 长龙航买了一百张 我叫他卖在这里 卖的对不对 三十六块对不对 现在 这几天 那什么 什么航空啊 星宇航空转到天上 最多也转到三十块 第一名的老师又在这边喊 有解套吗 没解套啊 我跟你讲真的很难啊 航空航运股很难嘛 那些买 对不对 买星宇航空 赔死的 赔了三十趴的什么 组织就会 我讲难听一点啊 真的就 自己活该啦 对不对 我都常说啊 这种突然提财的股票 涨 第一第二天你不敢买 你到了第三第四天 买第二个肉少了 第三个 你如果买在最后一天 人家在出货的 你就倒霉了 赔了三十趴 你要套多久 如果还可以解套 还恭喜你 如果不能解套 对不对 你像这些不能解套了怎么办 对不对 这些买在高点 不能解套了怎么办 买在历史的高点 不能解套了怎么办 智就会也没用了 金管会也不会帮你啦 第一名的老师在这边大喊 一堆老师在那边喊 航运钢铁是主流的那些人 早就忘记你们了 对不对 那你们也忘记他们了 应该不会啦 我相信很多人会气死他们 对不对 所以股票它都有它的一个生命 合理的价格 就像为什么说前天我们要带会员买 创意 威胜嘛 对不对 那昨天也是安全的 小赚就出厂嘛 今天涨停 全部会员没买啦 只有一两个清代会员 钱比较多的有买啦 那我们当然换到另外一支股票 我只是告诉你说 竟然创意能涨 对不对 你说艾普 它比较低档嘛 你以位阶来看它比较低档 是不是 晶片的堆叠 小晶片 也是未来的一个高阶的半导体的主流嘛 甚至你说中国的去美化 当然威胜啊 威胜算是比较便宜一点 不过它没有赚钱啦 就是现实就是很重气势 你了解我的意思 你说强起来大家就追 它就是看着创意嘛 对不对 就像我跟你讲 做威胜有时候你就是看着创意 好 创意强了对不对 威胜大家敢追便宜啊 那一个一千块一个八十几块当然了 对不 但是两个是不同的 两个做的东西也是比较不同嘛 创意是高阶的封测的IP嘛 是台积电相关的嘛 威胜呢是怎么讲 X86的系统嘛 还有大陆AI自家的系统 所以是不同的啦 但是就是有点气势的关联嘛 那些隔日冲也会很多嘛 就像说你说威胜 对不对你说 我一生要看气势面就还比较好看一点 最近龙剑是有减的啦 还有五千多张啦 剑子比还算应该四分之一吧 百分之二十五 没有很高但是呢 也是有点被嘎到 那但是你要看这边会不会过嘛 对不对 前波套牢的高点会不会过嘛 好处是前波套牢的人 买在九十几块的人这些人 有些人都认赔嘛 经过了好几个月 有些人都认赔嘛 对不对那时候融资很多嘛 那时候融资两万八千张嘛 现在融资到昨天为止融资几张 变成一万九千张 少了九千张的融资啦 有些人就是 最高杀低嘛 就是融资就认赔 这样是好处啦 有利于球马的沉淀 但是你说它也是 你要一段一段的看嘛 如果你周线来看 还算蛮漂亮 这周是一个攻击 有量的攻击 那只要这个高点前波 九十几块这个高点突破过去了 当然啊 你以位阶来看威胜不贵嘛 以长线的位阶来看威胜不贵 对不对 所以不一样的做法 就像说 对不对 台积电动了 台积电相关的概念股 我跟你讲的中砂第二 就是精神科嘛 这个是清代跟特别会员买的 比较贵一点嘛 对不对 今天也不错啊 今天也大早 为什么叫它中砂第二 因为它出的是气体 半导体用的气体 台湾最大的供应商之一 对半导体的气体很重要 你没有那些气体 你怎么做石科 对不对 气象成绩等等的那些东西 甚至它还有一个东西叫什么 晶圆重生 这东西都没有人 应该没有人讲了 现在没有一个老师在讲 我也跟你讲 这东西叫什么 晶圆重生 晶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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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非常的乾淨 那個都是非常高 什麼貴的東西 台積電用的東西都很貴 他就是有做這一塊 晶圓重生 現在沒人講 我今天跟你講這個東西 你把它記下來 他比中砂的晶圓再生 再生晶圓 比深陽辦的再生晶圓 更高級 那以後可能會用到 因為台積電要做ESG 企業的永續發展 現在很多企業都在做ESG 對不對 他們就是要減少污染 那晶圓重生的技術 對不對 他的技術是 他是用氣體 來怎麼講 來清潔這些晶圓 然後再做 對不對 擋片用 晶圓再生 他是用液體 去腐蝕 去清潔晶圓 所以東西不一樣 但是 這個純度比晶圓再生更高 那以後台積電會不會用 更高階的製程會不會用 有機會 所以買股票你要去買 未來會有機會用到 現在沒人講 就跟那時候80塊 講中砂的時候一樣 沒人講 每個第一名的老師 都是講到180 對不對 每個都180在那邊講 再生晶圓 鑽石碟 每個都講得很厲害 我說那邊死掉了 對不對 而且跌到100塊 沒有人再講中砂了 那些第一名老師 早就忘記了 套是你家的事情 那中砂也很好 只不過這邊上面套太多人 你看嘛 對不對 80塊的時候 780塊的時候 每個禮拜成績上9000張 那漲到130 140 一個禮拜成績上多少張 各十百千萬 十萬 每個老師都在喊 每個媒體都有 都知道再生經驗 每個散戶又知道再生經驗 又套在高點 所以股票是要買在 沒有人知道 甚至有時候我還告訴你的時候 低檔的時候 對不對 每個老師都知道了 每個第一名 每個都是第一名 那時候每個都第一名 還有假達人 很好笑 那時候還推薦中砂 我看了就笑死 我那時候有沒有提醒你 不要亂追 對不對 現在跌到110 也沒人再管你 現在當然 這個東西是新的 他有沒有機會突破這個高點 第一個他的氣體 佔量是最大 對 所以你看他的業績 成長都很 你看 這業績都是大成長 1月份 比去年年增 47% 去年就已經都大成長 今年還是大成長 為什麼 大家都 台積電也要擴產 大家都要擴產 對不對 你做的東西夠好 你還是吃香的喝辣的 你工廠越蓋越多 你用我的東西越來越多 甚至他還有秘密武器 還有秘密武器 所以你說做股票是 對不對 你真的懂得越多 當別人還不知道的時候 你去買他 你不會錯 你去買他 所以為什麼我最近 還是一直鼓勵各位 我說 真的 不要追高殺低 很多老師都這樣子 對不對 最近都 昨天大跌 每個都放空 大賺 我有沒有說 這個橫盤的整理 只要一突破上去 這嘎起來會很兇 我跟你講 這嘎起來會很兇 你說到 可能到一萬八都有機會 我跟你講 因為德國股市 法國股市都快創新 法國股市已經創歷史新高了 德國股市都已經在 對不對 歷史新高附近 現在只剩下美國的聯準會 在放空而已 在打壓股市 在打壓美股 但是還好 有個Chimp GPT 對不對 把聯準會的乳液算盤打亂 是不是 這造成的極丹出來 半導體的極丹出來 你看這些 對不對 網路的搜尋熱度大增 伺服器用量大增 台積電業績越來 極丹越來越多 五奈米 本來五奈米 今年上半年是不好 結果極丹出來了 對不對 美中的美國 不讓NVIDIA 對不對 出口高階晶片給大陸 結果呢 現在有極丹 因為Chimp GPT的極丹 所以NVIDIA大漲了 所以還好啦 產業 還是王道 雖然這些政治人物都在亂搞 對不對 政治人物都在亂搞 但是真的產業他不會 他就是很 很正常的往他該走的目標去走 就像我說 說鴻海集團要坐車 對不對 他不是喊一天 他喊了很久 是鴻海集團要坐車 喊了很久 對 我們都看過 車子還坐得還 還算蠻漂亮 還可以啦 這個坐得比以前的 納智傑漂亮 我說實在話 對不對 鴻海的什麼N7 什麼挖勾 對不對 也便宜啊 他有沒有成功的機會 會啦 你看比亞迪都成功了 你看什麼未來小鵬都成功了 中國大陸現在電動車的出口 是很大的 很強的 當然 你說每一家車廠的競爭 說實在的 誰會起來 誰會又沒落下來 這不是我們能夠決定的 對不對 你說Tesla 最近降價就賣得很好 對不對 但是 你說在大陸他還是賣出 那個比亞迪嘛 對不對 哇你說賓士 你說福斯 會不會也起來 會啊 因為他們畢竟他們是傳統的老車廠 他們有通路 他們有他們的製造的工業 工藝的水準 對不對 賓士的車子的 內裝的安全的操控 就是比較好嘛 保時捷 對不對 他們有他們品牌形象 Ramborghini 對不對 那些品牌的形象 他只要做電動車 有錢人還是會買單 對不對 福斯人家也是全球第二大的車廠 他也是要推出電動車嘛 豐田 甚至美國 你看福特啦 通用也好 這些百花齊放起來 你說劉洋偉跑去 對不起 對不起 劉洋偉跑去美國 接下來三月四月要跑去美國了 會不會帶一些訂單來 會不會有好消息 甚至現在洪海集團自己要設 設衛星了耶 對不對 看起來好像要跟馬斯科一樣 坐電動車 又設低軌衛星 所以你看到育龍先動了嘛 對不對 那育龍去年都虧損 育龍2201都可以長成這樣 長到天上去了 那你說2328的廣女 真的有賺錢耶 對不對 對不對 8261的副頂 這麼好的公司 對不對 殖利率又高 那股價又輸得為 是不是 鴻海集團要做電動車 不跟他買半導體 要跟誰買 那當然一定會扶持自己的副頂嘛 是不是 那如果說以技術面來看 現在的廣語只差一個 怎麼講 一個點火 有沒有 只差一個點火 只要這個周線 點火一起來 先挑戰50塊 接下來呢 海闊天空啦 接下來海闊天空啦 再來60啦 對不對 甚至你長線來看 有沒有機會到100 我不知道啦 但是你說育龍都能漲到80塊了 鴻海 廣語有賺錢 對不對 有賺錢耶 對不對 有賺錢耶 去年前三季就賺1.88 你看之前我跟你講的小鵬概念 金雀 這幾天還算強 還虧損耶 是不是 有沒有 今天還 有沒有 金雀都能這樣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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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雀那時候跟你講在這邊嘛 應該在這邊嘛 在這邊 待會兒買大概40幾塊 小賺我們出掉換廣語 那你說廣語有沒有機會 它現在就等一個點火啦 我跟你講 這個周線你看的就很清楚 它就這樣子沿著五周均線 沿著五周均線 沿著五周均線 有沒有你看清楚一點 亮縮沿著五周均線 好懷疑喔 股票是這樣啦 對不對 在低檔的時候你要勇敢買 我常講低檔的時候沒有人在講 每個都得微掌獎得微 對不對 新唐獎獎獎新唐 天玉掌獎天玉 跌了就不講 或者賠錢賣出了 對不對 什麼東哥遊艇 也跌死了 對不對 什麼新宇航空又跌死了 神准最近又跌了 不要這樣啦 你錢太多喔 股票還在低檔的時候你不買一下 你看 像這8261也是一樣 對不對 他現在也是亮縮嘛 你看亮縮 有沒有 一直亮縮 這等於一個攻擊的訊號 那你說 鴻海集團要坐電動車 坐不出來嗎 沒人會給他代工嗎 也不可能嘛 他沒有那麼 沒這麼寒 對不對 他簽了那麼多約 Sterentis 對不對 再來泰國石油 再來沙烏地阿拉伯 再來又跑到美國去 再來還有玉龍 再差我們還有納智捷可以代工 對不對 所以這東西一定會有的 業績以後一定會好 這是確定的嘛 你現在還沒爆發的時候你不買 你要去亂追股票被修理 那我也沒辦法 我常講真的還沒辦法 很多事情 低檔的時候是你的機會 低檔買得多 未來才賺得多 這是我奉行的原則 你要去追強勢股 你要去追主流類股 對不對 到時候 低檔你沒買 高檔你買多 被修理了 被套牢了 才在哀哀叫 很多人都是這樣 很多人其實都是這樣 我看多了 對不對 就像說你說IC設計 我說聯勇跟瑞鈺比我還是選瑞鈺 為什麼 瑞鈺是回升的股票 瑞鈺是網通的霸主 3034 第一個極單反彈 第二個軋空 但是你看到最近的龍卷開始減少了 最近的龍卷開始在認輸了 開始在認輸了 對不對 開始在認輸了 所以你看到最近就比較弱一點 你說2379的瑞鈺呢 瑞鈺是 瑞鈺去年的營收 真的 去年的營收 還不會說太差 還比前年的差一點點而已 應該是這樣 去年賺多少錢 三十幾塊 對不對 本益比不到十倍 人家真的是網通的霸主 股價600多塊跌下來 它有沒有機會來到600 所以有時候真的 股票不是說天天快 老師那個老師天天都漲停板 老師那個老師 哇好厲害 好會表演 對 表演每個都會 看臉皮厚不厚而已 我常講嘛 對不對 我在這行二十年了 那麼多臉皮厚的 那麼多不要的臉 那麼多騙子 我會不知道 對不對 很多人去參加之後 才來跟我抱怨 我也沒辦法 甚至很多人梳了一屁股 對不對 你就去找他嘛 真的啊 你找他他也不會理你 是不是 那沒辦法 就是 有時候就是你自己貪 我覺得就是做股票 就扎扎實實 穩穩當當 好的股票在低檔的時候 你買多 漲上去了 你怎麼玩都贏 對不對 買得多才能賺得多嘛 不是買一點點 然後天天在 對不對 打嘴炮 或者也沒買 在那邊打嘴炮 或者追高殺低的 對不對 沒有必要 所以 還是老話一句啦 這個行情 我覺得才剛剛開始而已 雖然今天漲了快兩百點 但是也只是橫盤的區間 還沒有突破 還沒有突破 但是如果下禮拜突破了 下禮拜突破了 這個會很可怕 會 很多的股票會開始很兇 但是漲多的 我還是勸你不要追啦 因為畢竟那個已經 變成籌碼戰 我們就看戲就好 我們買低檔的 還沒漲 但是未來會好的 反而是你的好機會 對不對 那甚至你說 中殺低的我跟你講的 那接下來呢 創意低了 這在低檔 這家公司做的東西也非常好 絕對是非常好 這未來絕長線需求是大增的 而且全世界能做的沒幾家 如果你想要買低檔 就像五百塊的創意的 歡迎你來找我 你想買五百塊的創意來找我 你想買一千塊的創意去找你的老師 好不好 這個我沒辦法 你們去追高殺低 你想買五百塊的創意 歡迎你來找我 也祝各位 超多順利賺大錢 明天再會 拜拜 致富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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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富投資風險